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为了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,今年特别在台北市中山堂成立了中国医药研究发展中心。 成立大会由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李焕新主持,中医界有好几十人参加。 这个中心成立的目的是在集合全国中医界的名家和学者,共同为发扬国粹医药而努力。 这个中心下面设有16个研究委员会,像内科、外科、副科和小儿科等,都有专人来研究发展。